上海的IKEA紧急封锁就地隔离 只是因为上海新增六例本土新冠患者 当中有密接者到过这家店 但上海人不想再被关 尖叫中一群人奋力冲破警卫封锁 强行逃离卖场 中道至今对疫情严格封控 造成门市客流减少 国际时尚品牌又一家大举侧店 实际来到了北京GAP店 你可以看到这里头原本该挂在上面的衣物 全部通通都已经收起来了 里头只剩下小孩的衣服 当然的话就只剩下一点点的牛仔裤 还有几件上衣 基本上里头所有的衣物都打了四折 再你可以看到在我后面原本应该是试衣间 现在也全部通通都清空 里头的衣物正在打包当中 门市内空荡荡就算打四折也不见人潮 少数人趁机捡便宜 报了一整首的出清货 你今天抢了几件啊 五件 然后给孩子买了三个 然后自己买了两件 两百块钱 以前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打折的话 一件都四百多好吧 GAP进入中国大陆十二年 多分布在一线城市的商场 但2020年开始 关闭旗舰店与多家重点门市 去年剩下两百多家 并传出考虑出售中国去的业务 现在剩下约一百五十家 今天最后一天 今天最后一天 那之后你们是要改到别的地方吗 那个你哪个公司 不止GAP 还要抵制新疆民的爱迪达 在中华区收入下跌百分之三十五 以及本土的海底牢 上半年关闭六十八家门市 亏损超过十亿台币 那么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呢 经济恢复的势头呢 边际放缓 那么巩固经济回程的基础 仍需加厉 北京当局微晚的坦言 经济欠缺动力 想恢复容紧 可能得看是否还坚持疫情清零 TV新闻程序陈向如北京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